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当代老青年。 1996年2月1日,晚上八时去,在镇子的一家制药厂的山坡上, 一个年轻的女子从车间出来,向厕所的方向走去。 这时候,一个黑影从角落里站起来,立即跟了上去。 这时候,又有一个女人从车间里跑出来,追上前边的女人, 那个黑影犹豫了一下,还是跟了上去。 正当两位年轻的女工蹲下方便时,那个黑影突然闯进了女厕所。 一句话没有说,冲着两个人的臀部,一人一刀。 两名女性当时连声惨叫。 在短暂的惊慌后,就大声呼救。 那个黑影听了后,快速离开,转瞬间就消失在野色当中。 呼救声引来了工厂里的其他工人。 大家前来将两名女工扶出厕所。 经过检查,两名女工的伤势并不严重,但却受到了极大的惊吓。 警方来到这儿后,经过现场勘查,发现了一个男人的脚印。 这个人身高一米七左右,穿着附近工厂的常用胶鞋。 而且曾经在现场附近待过一段时间。 就此怀疑,这是一起报复伤人啊。 与两名女工有矛盾的男性,都拿出来挨个过关。 但调查几天后,案情毫无进展。 令柳和县警方吃惊的是,1996年2月22日,3月4日,3月22日,3月24日晚, 又接连先后,有四名妇女或走在路上,或是在家门口被人从背后追上, 扎伤臀部。 一时间呢,柳和镇的人们惊慌了。 只要天一黑,便没有女人敢出门。 上下夜班都要有男人接送, 所有人呢,都人心惶惶。 经过判断分析,警方认为, 这一系列伤害妇女案和2月1号的伤害案, 无论从作案方式还是侵害对象,都比较类似。 凶器也都是类似匕首的东西。 至此,警方将这一系列案件命名为21系列伤害案, 进行重点侦破。 一旦出现这种案件,警方就会将重点人口, 也就是有钱科和社会闲散人员, 挨个拿出来过关。 同时,警方决定加大对重点地区, 也就是案犯曾经出没过的地方, 进行重点巡查。 这一招果然有效。 三月末一直到五月初, 整个柳河县风平浪静。 警方的巡查也渐渐地有些松懈, 但对重点人员的排查却一点也没有慢下来。 但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警方紧锣密鼓进行排查时。 1996年5月25日, 6月10日凌晨, 柳河便有五位妇女在熟睡的床上被歹徒刺伤, 令人发指的是, 凶手不仅用匕首刺伤女人的臀部、大腿, 而且残忍地扎向了女人的阴部。 更可怕的是, 1996年6月15日这天凌晨, 凶手串指一户人家, 竟一次将母女三人刺伤腹部、阴部, 奇状惨不忍睹。 警方被激怒了, 同时, 他们也发现, 犯罪分子的手段在逐渐升级, 从刚开始的路上随机伤人, 到闯门入户伤人。 更可怕的是, 她的手段是居然变得如此残忍。 被伤害的妇女, 有好几位的生育能力都受到了影响。 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和检查受害者的伤口, 发现这名犯罪分子的手上, 应该携带有两把匕首。 而且这两把匕首的形状都不是市面上能够买到的, 很可能是犯罪分子自己加工的。 很遗憾的是, 受害者都是女性, 没有和犯罪分子进行过搏斗, 因此没有留下血迹。 至此, 警方已经明白, 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专门针对女性犯罪, 凶残程度不断升级的贬态狂魔。 如果不能尽快抓住她, 很可能就会发生命案。 所有的柳河警察都动员起来了, 进行全方位的布控。 这一布控啊, 就是三个月, 紧绷的神经也终有松懈的时候。 无论是警方还是民众, 都渐渐地好了伤疤忘了疼, 但该来的终究还是要来的。 1996年9月27日, 凶手的残忍程度再次升级。 这天晚上11点, 一个黑影潜入柳河城官乡田家团, 将柳河凯蒙公司的女职工郭某, 葛静杀死后抛妇, 并且把她的乳房带走了。 郭某的亲属发现后, 吓得哇哇大哭, 邻居来了后马上报了案。 经过现场勘查, 所有警察都低着头不说话了, 原因没有别的, 太惭愧了, 经过大半年的折腾, 几乎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了, 但就是没有抓到这个变态狂魔。 现在她又出来作案了, 而且还杀人毁尸。 至此, 柳河县的系列残杀妇女案件, 正式成为了通话市公安局的重点案件。 在市局的统一指挥下, 案犯的各种特征被全力挖掘。 但可惜的是, 所有活着的受害者都是在熟睡中, 或者是背后遭遇袭击的。 作案时间, 有都是夜晚, 对案犯的描述极为混乱。 有的说是二十岁, 有的却说有四十岁, 有的说身高在一米七, 有的还说还不足一米七。 但所有人都反映, 这个人是个长脸。 仅凭这样的特征, 是很难在人群中 找到数量较小的嫌疑人群的。 而且, 令警方难以入手的还有一点, 就是案犯从来没有性侵害行为。 以往类似的案件中, 凶手必然会进行性侵害, 但这一系列的案件中却没有, 反而对女性的性特征进行破坏。 因此可以认定, 凶手遭受过女性的侮辱, 或者嘲笑, 或者自己就是性无能, 才能做出如此变态的行为。 但性无能这种事, 却无法调查, 受到过女性侮辱和嘲笑的男性, 有很多也不能一一进行询问。 专案组思虑再三, 决定仍然是一方面靠蹲守, 另一方面对有作案时间的男性, 进行矮个排查。 这一排查呀, 又是一年零六个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 案犯似乎掩齐息鼓了, 但所有警察都知道, 前两次认为案犯消失以后, 马上就是响亮的耳光, 这次自己是绝不会再被骗了。 但长时间大面积的蹲守, 是警方难以承受的, 采取的措施终于慢慢, 从全面铺开到重点蹲守, 但这呀, 却给了案犯机会。 又一起血案发生了, 1998年4月2日, 晚上22点, 一个黑影, 斜刀穿至柳河县, 向阳镇大兴村成红甲, 他先将屋外的电线割断, 然后偷偷地潜入屋内。 可没想到的是, 成红夫妇尚未入睡, 他们马上穿上衣服, 起床查看, 黑影渐状马上就离开了。 本身流会是温和风玻璧。 在时间时间让投入失误, 消ichi娼状马上把东西齐回摆得高湿。 但怎么会 Kitty很与维规理,